歡迎收看阿開的新聞現場 這段時間很多人在注意說 扁辦馬上進入二審實質的審判 扁家好像一直在丟很多資料 特徵組也開始在反擊了 等一下我們要討論 時報週刊今天有個獨家的新聞 包括特徵組說他們去清查透過情治體系 包括愛格蒙 發現說扁家還隱匿了不少的錢在外面 甚至在威格林這個帳戶裡面 不是原來的一家 都還有其他的指账公司 這獨家信我們等一下好來追問美毅 今天另外扁家也在出手 問一下美毅 今天封面故事講的是什麼 台灣跟瑞士的檢方竟然是夾殺了陳志忠 陳志忠他們出示了他們的email還有一些信件 所以他們確實是想要把錢匯回來真的嗎 的確這個是那個葉大會律師提供的 陳志忠在今年的3月19號跟7月20號 分別提出一個承報狀跟申請狀 3月19號跟7月20號 對 3月19號是什麼呢 因為3月12號他去韓威格林 希望把那5.71能夠解凍 就阿瓦拉公司那個 所以我們那個報道裡頭有很多有關 他那個email信件來往返的內容 他跟黃瑞敬兩個 其實就是中興大哥一代講 Brian Brian就是陳志忠 確認啊 是吧 對 Evelyn Parkins就是黃瑞敬 都是他們email的名稱 他們一直要求要匯回來 但是威格林銀行就告訴他說 你們這個錢已經因為台灣的司法 就特專主來要求凍結了 所以這筆錢回不來 所以他們就趕快在3月12號他去韓威格林 其實他今年的1月12號的時候 也去韓了瑞士的美林銀行跟那個 那個那個庫斯 黃家 蘇格蘭黃家銀行 那就是2100萬美金也就是海角七億 所以可以就是說這三家銀行 他都去韓要求回來 他去韓的對象大家會質疑他去韓誰 他就當然去韓銀行嘛 告訴銀行說我要這三 三家銀行所有的錢我都要匯回來 但是那個我們知道海角七億是 早就被艾格蒙給凍結掉了 所以拿不回來 所以他的重點就在 我們一直在打5.7億 你為什麼到現在你要認罪協商 你怎麼還弄不回來呢 所以他們在3月19號去韓威格林之後 拿不回來 威格林同樣告訴他說 這個錢已經被凍結拿不回來 所以他就趕快向那個 特徵組提出一個申請狀 承報狀跟申請狀 7月20號提出一個申請狀 就說我已經拿不回來了 可不可以請你特徵組幫我們去個韓 因為這個司法的 就是說他是司法單位扣掉我的錢 我個人就要不回來 可不可以台灣的司法單位幫我去韓要回來 特徵組拒絕 所以也就是那時候 我們在這裡一直在談論 為什麼會認罪協商是沒有下文 其實根本 我覺得特徵組是第一個 不想跟他認罪協商 那你會反過頭來問說 那特徵組為什麼這樣子呢 為什麼 為什麼不跟他認罪協商 等一下特徵組的動作 我們等一下來請教一下 記憶幫我們分析 可是我們要很注意的一個點 前陣子有一個法文的資料出來 現在要提供給媒體很多的資料 問一下胡大哥 第一個 現在陳佳到底怎麼 怎麼不拿出來 為什麼現在拿 對不對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說服力 陳佳在一審判決以後 他們被判刑以後 策略改變了 他們開始運用媒體 丟開始丟 而且陸續的丟 那事實上 特徵組他也不是被動在防守 他也在反制 請你看 今天時報中央所透露的 Brian 我早就講過了 其實 他在威格林的帳戶管理的人 可能就是Steven 就是Steven 哪一天公佈出來 應該就是Steven 換句話說 特徵組已經掌控了 如果知道Brian 這個信他知道是Steven 我是這樣想 我要延續剛剛沈大佬一些話 我心有同感 因為我這個話是要對 因為目前在看電視就陳志忠 陳幸宇或者是吳淑貞 對他們講才有用 我覺得 二審積壓 來自今天的大法官釋憲 已經連二敗了 未來二次金改 跟外交紀念案 遲早會起訴 沒有一個戰爭是兵敗如山倒 我暫時不談這時報之外 我只是想說 我是旁觀者 不管從弊案開始到經過這樣子 已經四年了 因為2005年11月第一次提到陳家海外商務 已經四年 整整四年了 我旁觀者 我也沒什麼厲害的關係 但是我要對陳家所有人提出建議 你們今天好好思考 大法官釋憲 等於是來賭銅牆鐵壁 把陳水平擋得 就穿不過去 你撞牆而已 你再繼續撞吧 撞得逼心臉腫 很清楚 刑事很清楚 包含民進黨黨中 要認清這個現實 唯一自救之道 就是四點 我講太多詞 但是我把它還是寫一次 一 認罪 二 認錯 三 道歉 四 會回海外制裁 第四點就是回應你時報週刊的回答 這是要由陳水平來做決定的 在那個畫文文件裡面 也有陳水平的名字排第一位啊 替家人解脫嘛 第二點替民進黨解套嘛 黨是要留存的啦 黨要往前走 陳水平這樣做是為了民進黨好 避免民進黨繼續在泥島角落 我這種道德講話也許非常有限 個人微薄啦 但是我希望民進黨黨中央 陳水平的真正的支持者 好好思考一下我們的畫文的道理 這樣做對你陳水平 對陳家 對民進黨 包括整個台灣社會 我們要趕快放 交給司法 放掉要不要往前走嘛 如果繼續在泥島角獲的話 對我們整個社會 其實都是不好的 來 沈醫生 其實我們昨天晚上本節目 也討論到陳之中葉大會 跟特徵組之間的過招啦 其實我們討論了以後 甚至我們之間還有一點不愉快 因為我們沒有結論嘛 那我留下為什麼 因為我們討論的結果是什麼 留下很多謎團跟矛盾 我們實在搞不懂 陳之中到底在懷什麼鬼胎 我們也搞不懂 那個特徵組為什麼這麼不積極 到底你有什麼詭計 那我們好像沒有結論 所以我昨天下了節目以後 通告費已經無效了 已經都賺了 但是我回去還是花了很多時間 去思考這個東西 謝謝 謝謝 而且我也不瞞你說 我也看到別的節目 晚上他重新再演的 我看到別的來賓在別的節目 講些什麼話 我稍微得到一個結論 你們要想從陳之中的角度 或是從特徵組的角度 你要看到他們在幹什麼 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那陳之中是要以最小的義務 謀起最大的福利 所以陳之中我請問大家 陳之中會不會寫一封信 去給一個還沒有曝光的帳戶 而且政府也不知道 所以也沒有凍結 也沒有查封什麼都沒有 然後很快把那個錢拿回來 說政府啊我錢回來會不會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個 有動作可以交代的 但是效果有限的來說 你看我已經盡我的力了 請不要壓我爸爸 還有請放我一條命 是不是會這樣做 那特徵組你說特徵組有那麼傻嗎 你們都很喜歡冒特徵組 我真的很不忍你知道嗎 我覺得特徵組沒那麼傻 特徵組很曉得陳之中在搞什麼鬼 所以能夠配合陳之中的 陳之中要在演戲的 特徵組不會配合演出 陳之中就說你這病現在搞我都知道 你有本事厲害 我不知道他拿回來 標示就算他誠意嘛 所以陳之中也不會配合演出 我覺得只有從這個角度 陳之中就說我盡力要去查你的 你不告訴我要查 但是呢我下一次在第二審的時候 我要預請法官不能重新判刑 因為沒有生意嘛 我覺得只有從雙方的權利義務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難離出一個頭緒 對這很好來 美疫情把文件借給我一下 這是他們提供給媒體的 這已經是第二份 大家前陣子如果有注意到 他們先提供了法文的企業 然後現在提供給時報做刊很多的資料 我們先把辦案的人找來了 第一個他到底在做什麼 這資料如果真的有用 為什麼不早點拿呢 三月份跟七月二十號的資料 為什麼不早點提出 他就把辦案都放在裡面 對不對 這是一個點啊 第二個這些東西真的過說服力嗎 我先回應一下陳大老跟他講 特徵組啊 特徵組曾經被騙過 在保來硬訓的時候 不是說賢康力在筆錄同意把錢匯回來 從那一次以後 特徵組心裡有數 陳之中你心裡在玩了什麼把戲 通通都很清楚 所以到後來的起訴書 對於這個陳之中的用詞 少見得非常嚴厲 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很奇怪 你們這些東西 那個陳之中他一家人 把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在法庭上提出來啊 法庭上在論罪啊 論述啊 對不對 你主要目的 你是希望法官可以說 認為說你言之有理 我可以判輕判 或者做什麼動作 但是你提供媒體 你用意在哪裡 最後一句話還是那個 政治操作 這個有什麼好奇怪的 另外一個 我很注意看前一陣子 那個陳之中啊 還有陳水扁一直控訴 特徵組啊 隱匿有力他的文書和證據 而事實上我們看過公文年 我知道所有進到這個機關的公文 都有經過收文的程序 收文以後然後交給特定的承辦人 收文再承辦 再簽辦送上去 這個都有歷史文獻在的 沒有人敢去隱匿的 整個特徵組是一個團體嘛 他不是我們拿 你隨便拿給哪一個人 他不是隨便拿給你 一定有一個收發文 收了以後就是說 我今天是書記官 我收了這個文以後 我登錄了 登錄了交給你說 這個文我交給你 請你在上面簽收 上面寫文號 都有這些動作嘛 所以說要隱匿 怎麼可能隱匿呢 我們講到那個瑞士喔 錢匯不回來 我早就已經心裡就有數了 也在節目講過很多次了 為什麼 這個就是玩一個障眼法嘛 剛剛沈大老講得非常對 瑞士有他的法令 有他的程序 所以說你程序中送上這些東西 要字不 要件不符 就像我太太前幾天匯款匯進來 就漏一個股份兩個字 這個錢就匯不到我的戶頭嘛 沒有辦法嘛 所以說他這一招 大家會不知道嗎 都很清楚的 今天比較新的發展是 他們把提供給時報照 是二十幾份他們書信往返 對不對 不是只有這兩份嗎 很多的書信往返 我們就要問美意啊 這些文件 包括他提出來什麼 他自己簽名的文件對不對 黃靖靖簽簽名的這個文件 後來講真的印證 他們真的是有誠意 要把錢匯回來 這兩件陳報狀跟申請書裡頭 裡頭就有二十幾份的 他把那個英文文件 都附在後面 那兩份我跟你講 他不是為什麼不提供給法庭 提供給時報照看 這個兩份都是向特徵組提出來了 向特徵組提出一個陳報狀 我裡頭付了二十幾封Email 我跟瑞士 跟皇家銀行 蘇格蘭銀行去交涉的過程 他都在裡頭 那他就告訴特徵組說 我一直在催啊 我一直在催 但是他就會不回來啊 那重點其實重點就在 剛剛沈醫師講的 就是說陳志忠他到底 是不是真的是說 他用最小的義務 要去獲得最大的一個代價 就是說你提供了多少 特徵組很清楚說 他認為說不只這些 比如說陳志忠提出這三家銀行 瑞士銀行對不對 皇家蘇格蘭銀行 還有瑞克蘭銀行 這都是特徵組髒掉的 特徵組就怕說我沒有髒掉 你如果外國 你如果外國 那特徵組有沒有引力 引力就是五點七億 到底有沒有被凍結 照陳志忠的講法說 我都把這些過程 我把錢弄不回來 然後瑞士銀行還告訴我要 去找瑞士的檢察官 找哪一個檢察官 我也去找啊 檢察官說回來也是 還去找你們台灣的檢察官 找來找去都找不 不然你是不會叫我怎樣 陳志忠的意思是這樣 那特徵組的意思就請坐來 這三斤這三斤我都知道 我請很清楚 你後面一定有的 所以特徵組我覺得 他從七月二十號 陳志忠提出申請說 你幫我出個函 去到這三家銀行 把這三筆錢匯回來好不好 特徵組說NO 那就是特徵組壓根 認為還有更多 第二個特徵組不想跟他認罪行 所以特徵組很清楚跟你講 你就是沒有全部的事實 也有懷疑你的誠意 這個第一個來說 陳志忠在海外操作 這個喜田作業 他已經很熟悉了 但是台灣一般社會大眾 一般人不是很熟悉 所以對於整個情況 並不是很了解 所以說他故意漏掉 像一傑的老婆 匯錢不給他 直接漏掉五分錢 這就匯不進去了 今天第一個 這個艾德蒙 他們通訊是通報世界各地 有關於洗錢的情資 他不是一個辦案單位 他是一個通報洗錢的情資 透過艾德蒙 從前年去年到現在 陳志忠在海外的這些 不正常的這些洗錢的情資 都有進來 但是這些特徵組 並沒有公布出來 換句話從這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陳志忠在海外 除了瑞士這三個戶頭之外 還有其他的資金在移動的 那為什麼都一直沒有交代出來 今天不是只辦 今天這個海外洗錢 不是只辦這五點七億 七點四億喔 是辦你整個扁案 扁家的洗錢案喔 那你都不交代出來 這些不是重點了 換句話說 五點七億有沒有回來 不是重點 只要確定五點七億 被瑞士先凍結 被Blocked在那裡 就夠了 現在是你陳志忠 如果真的有誠意的時候 你真的想要認罪協商 真的想要認罪 你要把整個扁家在海外 經過你陳志忠的 海外洗錢的賬戶流向 你要通通提出來 換句話說 錢怎麼出去的 這些海外 你的貴款機率 你每一家銀行戶頭的對賬單 你要通通交出來 有沒有交出來 我認為還是問號 所以就偵辦單位來說 就特徵組來說 如果特徵組跟著陳志忠起舞 你要我去幫你去航 我就幫你去航 那就表示陳志忠完全在狀況外 現在我覺得特徵組是在狀況內 但是也並不能完全掌握到了解 因為我們跟瑞士 確實沒有外交關係 這個司法附助 跟瑞士的司法附助 是很困難的 海外洗錢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也不要打草驚蛇 我是覺得這個案子 可能還要拖一點時間 但是可以確定一點 我認為陳志忠沒有全部交代出來 好 所以啦 光是提供給時報週刊 就有二十幾份的文件了 很多都是法文英文的 我們就要問啊 這是全部嗎 最後確認嗎 你到了7月20號 後面有沒有更新的進度 甚至呢 我們從報導裡面都發現裡面 可能陳志忠是有些漏洞 更重要的喔 特徵組也開始在反擊了 他講我都還查到你有其他的錢 你都還有其他的紙上公司 我們現在再請教美意 我慢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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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